第八章 结静掌大麻风的 耶稣对他说 你设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吸祭师擦汗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作证据 自伯夫长的伯人 耶稣尽了加伯农 有一个伯夫长 尽前来求他说 主啊 我的伯人害瘫痪病 躺在家里 甚是疼苦 耶稣说 我去医治他 伯夫长回答说 主啊 你到我卸下 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伯人就必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 去 他就去 对哪个说 来 他就来 对我的伯人说 你作这事 他就去作 耶稣听见就稀奇 对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我又告诉你们 从东从西 将有许多人来 在天国里与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一同坐直 唯有本国的子民 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 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耶稣对白夫讲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 给你成全了 那时 他的伯人就好了 依比德恶母 耶稣到了比德加累 见比德的恶母害热并躺着 耶稣把他的手一摸 也就退了 他就起来服侍耶稣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自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时要仍然先知 以赛亚的话 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 就吩咐到到哪边去 有一个民事来 对他说 夫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 狐狸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 你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 主啊 用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主啊 救我们 我们丧命了 耶稣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 为什么胆怯呢 于是 起来施责风和海 风和海 就大大的平静了 众人 稀奇说 这是 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 也听从他了 耶稣说 耶稣记到到哪边去 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 就有两个被鬼斧的人 从凤凤女出来迎着他 极其凶猛 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 他们哭着说 上帝的儿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事后还没有到 你就想这女来 叫我们受苦吗 鬼入猪群 离他们很远 有一大群猪吃食 鬼就殃求耶稣说 若把我们赶出去 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 耶稣说 去吧 鬼就出来 进入猪群 全群忽然躺下山崖 头在海里掩死了 放猪的就逃跑进城 将这一切事 和被鬼斧的人所遭遇的 都告诉人 合成的人都出来迎见 耶稣 既见了 就要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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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